大家好我是PonPon 今天先鋒服復刻了 幻石攻堅戰這個工會活動 簡單來講就是你自己要守護好你的這個池子 然後你要攻打人家的池子 然後這樣子來拿資源 好我們來複習一下規則吧 首先第一個必須要擁有自己營地的玩家 才能參與本次的活動 所謂的營地就是指我們公會進駐了這個帳篷 你要有這個帳篷你才能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第二個活動期間 玩家們營地內的魔幻權會進入活躍狀態 生成資源跟玩家收集 所以我們這個魔幻權我們就是要把它守住啦 那每12小時就會有一定的產量 被攻擊的時候將會損失當前的資源3% 所謂的被攻擊就是 敵人會從這邊跑出來 然後接下來你的那個防衛塔這邊你要設定好 那如果防衛塔被打爆的時候 人家就可以很開心來搶你的資源 這個魔幻權產生的資源數量 是由活動開始的玩家章節來決定的 這段期間你在推主線 那其實這個也都不會有變化喔 然後再來玩家們可以佈置防守建築物 來防禦其他玩家的挑戰 第五個跟第六個 這個是跟團隊遠征一樣的規則 我們的等級統一至240 並且在基礎的共鳴等級上 追加一定的等級 活動期間我們全部的裝備 就是不管你是T2的還是等級多少的 全部都會變為T1 但是一樣保留種族加成的效果 在不享受神器以及羈絆的屬性效果 第七個活動期間玩家們可以透過飛艇 尋找和自己實力相近的玩家 在攻打他的哨塔打爆之後 可以獎他魔幻權的獎勵喔 每一次尋找對手都是需要消耗一個飛艇 每一次領魔幻池獎勵的時候 就會包含一個飛艇燃料 然後接著這邊點右上角這個獎勵 這邊的話就有魔幻權獎勵嘛 會跟你講說每12小時會產生 所以會包含一個飛艇的燃料喔 最後面這邊活動期間離開公會的玩家 能有機率性會被他人攻擊 不會有人因為這個活動就離開公會吧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說 玩家們可以派遣援軍援助他人 援助他人的英雄不會影響到自己住房的營地 援助他人的意思就像我們公會的大佬一樣 他這邊就有幫忙設置一下 他自己的防守陣容在我這邊 紫色的話這個是防禦塔 藍色的話是你原本自己的建築 這個是援護哨塔 就是公會的成員可以來幫你援護的 守護哨塔是我自己這邊派的陣容 接著我們看公會禮地這邊 只要有金炭號的代表他的哨塔是需要協助的 這邊有看到了 目前我們這個大佬他的哨塔是沒有人進駐的 我這邊就可以直接派起援軍 然後我就可以設定一下我的陣容 然後來協助他這樣子 這樣子我就協助完了嘛 我的戰力比較低 大佬應該是不會介意啦 OK好所以我們這邊基本的介紹都已經介紹完了嘛 接下來一開始的話 那個我們飛體藍流有兩個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攻打 一開始系統會自動幫我那個分配到一個跟我實力相當的玩家 然後一開始就已經非常給力了 這邊掃塔什麼的都已經弄好了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進攻或者是更換目標 然後更換目標的話我們這邊還有免費的探索次數 每12小時我們可以就是有額外的探索次數 然後再重新尋找別的玩家 哇這個玩家這個也太棒了吧 他連一個塔都沒有耶 我這邊直接按進攻好了 我這樣進攻的話就是會直接很 好就是直接這樣子拿他的材料 好這邊就很簡單的直接搶人家材料 因為他沒有就是放那個防守塔 好然後再來還有剩下一次的次數 好這邊的話他是有設防守塔 不過他設的位置也是比較特別一點 第一個這個塔他是沒有防守的 我可以直接拿 我這邊按進攻 進攻的話這邊第一個塔就直接 我就直接搶他的塔了 然後再來第二個我看一下喔 他這邊剛好把路障射到中間 所以等於是說我左邊這個塔也要打 然後右邊這個塔也要打 我們先從右邊的好了 這個是援護哨塔嘛 就是他們工會同伴幫忙用的 我來看一下 我直接用我這一套陣容這樣打好了 看一下喔 應該是可以 因為我的兔弓的那個戰力其實是比公公高的 他這個塔就被打爆然後搶支援 接著再來打第二個塔好了 第二個塔這邊我看一下棺材在這邊 那我這樣子好了這樣打好了 其實我亞瑟換錯位置算了沒關係 我們一樣搶他的資源 接著再回到上面這邊 看一下喔這個位置的話這樣擺吧 OK然後再來再打一個 復工跟九尾 所以每一次戰鬥我們只要葛掉的角色他就葛掉了 這樣子的話我看一下商人 蝴蝶會虛化嗎 這樣擺好了 他的位置我剛剛沒有調好 一樣打過去 然後再來搶支援 挑戰結束後一樣拿到公會幣跟我們的那個金幣 然後接著這邊就已經沒有了嘛 然後你一樣可以用50的鑽石來購買飛艇燃料 增加一次的次數 那麼購買越多次 飛艇燃料他的消耗的鑽石就越來越多 這邊給大家看齁 所以我們這邊再購買個兩次 所以他這邊就是50100 接著這邊一樣我們這邊一樣很開心 完全沒有設任何的防禦直接拿 然後再來第4次 這個活動是認真的嗎為什麼那麼多人都沒有 防禦塔 那我這樣不就是可以直接這樣子搶人家的支援嗎 好玩法的話大概就像這樣子給大家動作參考 但是因為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營地內他的規則 他的規則是指說我們搶的話是搶是損失當前產出的資源3%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應該是在那個 隨著時間他的產出量應該會越來越多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打一次吧 我看一下這一次的話他這個是直接放這樣子3個的劍塔 但其實我只要把中間這個打掉就可以了 看一下 這樣吧 好我們只要把這個打過之後他中間這樣子就直接門互動開喔 OK好所以我們簡單的這個幻石攻堅戰的一些影片就到這邊囉 這個活動其實算是比較簡單的啦 就是大家一起來拿資源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PoPo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